11月份举行的旅展是每年餐移业的重头戏 当然也是消费者抢便宜的好时机 那么像京华酒店博力厅装潢完成之后呢 增加了星级美食 那么优惠呢最多下沙六七折 另一头就韩社爱美探索厨房 首度推出了两人还有四人餐券 体效资足省荷包 以及远期自助餐呢 每个月都有新菜色 这个旅展卖的餐券不限使用时段 重新装潢过的京华酒店博力厅 宽敞空间显得更加明亮 新增设的星级美食区 摆放的都是历年客座主厨 传承下来的经典菜单 就连管外餐厅美食也通通吃得到 11月旅展即将开跑 被CNN称为天下第一厅的博力厅 将推出四人午晚餐 以及六人下午茶的优惠餐券 最多下沙六七折 但周日假日无法使用 而且限量8000张 以往我们的自助餐厅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那今年的话呢 我们重新开幕之后 那在旅展的价格 甚至我们有特别打到六七折 就连韩盛爱美的探索厨房 今年也首度推出两人以及四人份餐券 下午茶双人券以五张为一份贩售 并且加赠旗下泰国餐厅七折优惠券 至于四人午餐券只限定旅展现场贩售 为了一些家庭客源 我们特别推出了二到四人这样子的一个餐券组合 然后希望说可以为小资竹审核包 至于每个月都会推出新菜色的远期饭店 则分别推出两人以及十人的午晚餐餐券 最多可以达到六三折 在旅展那边买那餐券会非常的划算 在现场有增加这个转转乐的这个加码送的活动 也是今年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卖点 好不容易在旅展抢到便宜用餐前记得事先定位 而且特殊节日以及廉价期间得补差额使用 今年下半年俗称南霸天的汉莱饭店 也将加入台北饭店刺杀站 各业者为了巩固既有客群 今年旅展可是端出了最高诚意 记者黄美军谢维一台北报道